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我們在這一個禮拜 又再次見面 得著天上基業 我們想到這個 我們會想到什麼 好像跟財產有關係的感覺 我們看起來就感覺很像 用我們一般的想法 那當然他們在 剛才我們比如說天上基業 天上基業 跟得著天上基業 要怎麼得著 或者是他有什麼美好 我們可以從今天的早晨 從剛才我們一起讀的這段經文 一起來思想然後來學習 好 我們請那個影音的同工 我們剛才講到說 基業好像就會讓我們聯想到財產的感覺 財產是怎麼樣子 我們都知道財產是要管理 是要維護 但是有時候怎麼管理怎麼維護 稍微有一變動 哇 你剛才你之前所維護的 所管理的 有可能就怎麼樣子 就隨風而示 但是呢 我們基督徒我們都知道說 哎呀 我們在竹林有豐盛的產業 那這個產業就如同我們剛才講的 是活活的 是有盼望的 那甚至是怎麼樣子 因為這個產業是活活有盼望的 所以他有講到說 是兼顧 謝謝 是那個兼顧 勞靠 有特別的恩典 這讓你們剛才 唸到怎麼樣一起讀的一樣 因為有上帝的大聯名 藉著耶穌基督的從生 我們剛過復活集團而已 大家都知道 因為有他的保守 可以使我們這樣 可以使我們能夠 每天在他的愛中呢 各樣的事情 各樣的工作 得他的引導 甚至呢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這段經節裡面 他在得著那個天上 那個很豐富的財產的時候 好像是需要透過一些 剛才我們讀的 透過一些困難 透過一些試煉 甚至呢 這個困難這個試煉 讓我覺得自己很不舒服 很難過 可是因為這個怕弄這個基業呢 我們可以勝過各式各樣的困難 你可以說十字架就成了我的怕弄 引力同工 因為昨天也是這樣子 昨天晚上 因為我們請後面的引力同工幫忙 我們幫他拋破 我們講到說十字架呢 就是一個盼望 怎麼說呢 我們來講到說 因為有這個怕弄 我們剛才講的 可以讓我們勝過各式各樣的困難 還是沒有辦法 可以讓我們勝過各式各樣的困難 因為這個怕弄 我們有可能講說 欸 你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盼望 盼望跟終極的盼望 都有點不太一樣 是因為終極的盼望 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在 在遠程 在永恆的國度裡面 我們有什麼樣子的 豐富的產業 是上帝在良給我們的 因為這樣子一個怕弄 欸 我可以勝過 各式各樣的困難 我們看 這個是誰 有的比較年輕的不太知道嗎 這以前我記得那個時候呢 明星他有來台的時候 造成一個很大的轟動 他是一個那個俄國的文學家 那他在早期的時候 因為政治犯 所以被關在監牢裡面 那你們知道 政治犯被關在監牢裡面 他必須要有大量的工作 但是呢 這種很少的食物 那這樣生子怎麼可以受得了 所以就因為生病 可是生病還是得要工作 就因為這樣一直不斷不斷的循環 有一天他受不了了 他就決定他想要休息 但是我們可以去推測 要休息的話怎麼可以呢 就等著被打 可是他沒有辦法受不了了 當他知道說他待會兒的環境 是怎麼樣子的環境 突然有一個人 從他身邊不認識的人 從他身邊走過去 然後在地上為他偷偷畫一個 這樣子的記號 十字架的記號 然後畫完之後 又趕快把那個記號抹掉 然後就離開到旁邊 哇他在這幾秒當中 他瞬間我們剛才說的那個疲憊的感覺 常年累積的疲憊感覺 而且在一個非常惡劣的環境之下 因為這個十字架的記號 讓他整個人有不一樣的 讓他心中燃起盼望 然後這個盼望使他能夠忍耐 我們想說我們的信仰 跟其他的信仰有什麼差別 其他的信仰也都做很好的善事 甚至呢搞不好比我們傳播的果效更好 但是我們的信仰除了愛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有復活 我們剛過復活節 因為耶穌基金的復活 是我們內裡 是這個所忍的靈心 他遇到各式各樣的發難的時候 他知道有一個盼望在這裡面 我們講說復活是一個很特別的奧祕在裡面 但是只有我們去細細的體察 我們才可以看到說 哇上帝啊我們去細細的體察 然後去讓我們去謙卑下來 去體察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看到 哇那個上帝很多很奇妙的作為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當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 你想說哇好多人這樣一棒接著一棒 他們可以在這個會堂做禮拜 不管是傳講的 不管是聽到的 我們可以去發現說 哇感謝主好多人一棒接著一棒的 那個上帝的作為就在這當中 可以讓我們來認識主 來經歷主的恩典 那我們剛才講 主人明星看到這個記號 哇讓它產生盼望有信心 就像我們剛才讀的一樣 但我們也一樣 因為認識主 讓我們覺得哇有盼望有信心 但是我們可以暫時的把它說 這樣的信心是位在什麼 位在第一層的信心 我們有盼望 我有信心 我接受基督成為我的舊子 但是剛才我們大家一起讀的 這個盼望是什麼 這個盼望有沒有可能是第二層的信心 是一個經過試驗的信心 怎麼講 我們剛才看彼得前書的一章 這個大環境是怎麼樣子 這一些人到這一些人來信主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遭受到迫害啊 原本他們有其他的信仰 但是你一旦信主了之後 他的鄰居會覺得怎麼樣子 他的鄰居會覺得你很奇怪 你怎麼來信這個信仰 跟我們原本不太一樣 覺得他們是你已經看到 甚至有一點奇怪 你知道鄰居歧視你 覺得你已經看到邪惡 然後那已經很糟了 有時候甚至怎麼樣子 我們原本的信仰是有慶典活動的 你因為主的緣故 因為信仰的緣故 沒有來參加我們的聚會 原本的聚會活動 原本的慶典會不會不和絕 會啊 甚至怎麼樣子 甚至還有更慘的是 我們剛才講鄰居 講同事 講社區群體的關係 甚至呢 如果我遇到的是一個 您知道那是因為我奴國的身分 如果我遇到我的老闆 我的主人 我的主人 不是老闆 我的主人啊 不是信主的 哇 讓他更慘 他是社會的砸砸砸 當奴骨金賦慘 但是怎麼樣子 他還跟我不一樣 簡直不是人 所以就因為這樣的信仰 他們有可能會遭受到 特別是我們剛才說 最頂層奴骨的那個階段的人 他們如果轉換信仰的時候 甚至他們如果有帶聖經的話 然後在第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一那邊 他們甚至會遭受到 他們會遭受到身體的攻擊 他們會被羞辱 會被貼標籤 會被邊緣化 所以呢 他們活在一個痛苦當中 當我們知道他們的背景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後面剛才 主生指示跟我們大家一起讀到的這一段經驗 他們知道背景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們受到一大很大的逼迫 但是這個逼迫 有可能是怎麼樣 有可能像那個這個 作者講的 帶來成長 有時候就像我們這邊的圖一樣 有可能在你的生活當中 剛才主生指示有一個 在你的生活當中 或者是不管是生病 不管是工作 生活當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 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怎麼面對 也許你遇到困難的事情 是讓你有委屈的 你不敢去面對 甚至呢 逼迫的在工作當中 在家裡當中 因為信主 我不曉得 張中 有人 是這樣子 沒有來到 因為信仰 而受到逼迫 的 甚至呢 欸 公司 要有敗敗的文化 我一跟他們不一樣的時候 我不曉得江華人 我一跟他不一樣的時候呢 特別是我們的環境 是在一個媽祖的文化 繞境裡面 當我受到 我為主分別 我不這樣子做的時候 那個受逼迫 或者是被貼標籤化 甚至剛才我們講的 那個環境 有沒有在我的生活當中 或者是在工作當中 你受逼迫 或受委屈的時候 你的回應是怎麼樣子 有可能我們 就像一個基督徒的回應 就是溫和的 可是你的溫和回應的時候 會被別人認為是什麼 被別人認為我是懦夫耶 這個人回應很溫溫和 感覺呢 靠去現在話 這沒有界限 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 溫吞有沒有 有很多的那個標籤 就會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甚至喔你要去想喔 他們是在這樣的文化 然後他們原本還沒有信主之前 他們是處在什麼文化 他們猶太人他們的 彼得前書是那個中國猶太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的以前的文化還是 彼牙還雅 彼眼還眼文化 是因為叫我 因為我的信仰 而不出手 所以你想 他們都覺得 繞入一種 覺得 委屈也好 逼迫也好 但是怎麼樣子 透過這一段話 告訴他們 逼迫當中 試煉當中 你要有成長 有一個盼望在你裡面 知道這個盼望是主來的 有時候我們會提到說 這個盼望是他 從他來 他要引導我 有可能我的反應在被別人有一些標籤的話 被別人覺得很特別 但是我們知道他要引導我 我們可以談到 我們來講說 逼迫當中帶來成長 那我們今天來想一想 試煉跟試探有什麼差別 試煉跟試探有什麼差別 就只有差一個字而已 沒什麼差別嗎 算到 有人有聲音 有人有講 也可以大家跟我分享 試煉跟試探 有人會講說 我這陣子被主試探了 主試探我幫助我更成長 一聽起來好像 我們剛才講的 在逼迫當中有成長 在試煉試探當中 信仰往上跳 哇聽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對 但是又有那麼一點點乖乖 我們今天的這一段經文 可以告訴我們 神上面是不試探人的 像是不試探人的 我們會受試探 試探是因為怎麼樣 被我們的私欲 我們個人的慾望去引誘到 你現在的這個困境當中 所以我們要知道 試探跟試煉還是有分別的 我們的引力統統下一章 但是什麼時候 上帝試煉我 試煉我 不講試探 什麼時候試煉我 上帝要看看有時候 會透過一些環境 來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信仰上面 更合他心意 在信仰上面 更往他的心意 更成熟的邁進 然後試煉十一天 帝人結交 要不要試煉敵人 所以我們有時候不要講說 我看我被主試探 要知道主不試探人 是因為被我個人的 個人的慾望 被我個人的私欲 而成為我的困境當中 那還有一個狀況 比你同盟下一章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是什麼狀況 就是我在我的信仰當中 我譬如說 耶和華是看藝人 那一個狀況是怎麼樣 在我的信仰當中 就如同 柯林多前書所講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像 在蓋過房子 我們舉例 這裡有國中的舉例 那個三隻小都的房子 我們最清楚了 要蓋什麼樣的房子 當那個困難來的時候 就可以測驗出 你在主面前所做的 合不合理 所以我們說 試驗對我們的信仰 對我們的生命 是有幫助的 上帝呢 透過這個 沒有說 好可怕 我要被接受考驗試驗 被火這樣燒 就像這個經姐講的 我要被火燒 那這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我們要去很清楚的知道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想法 他不是要把我們打倒 不是要把我們擊碎 他是要引導我們 引導我們 藉由各式各樣的環境 進入到他所賞 是那個真正的環 真正他所預備的 豐富的環境 豐富的生命裡面 所以我們說 透過 有時候透過這個試驗 是要怎麼 是要祝福我們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可能 我們在這個試驗當中 我們被醫治了 有沒有可能 有啊 你在試驗當中 在那個困難的當中 你被主醫治了 當下你覺得很痛苦 但是你回頭去看的時候 嘿呀 在那一個環境當中 上帝使我更勇敢 更堅強 預備下一段那個 更豐富更榮耀 更豐富的道路 就如同什麼 但在這個試驗當中 我也知道 我很 我主持 試驗我也知道 更蒙福更榮耀 但是我現在就是很痛苦 可是不要忘記 就如同我們今天早晨一起讀的經節啊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會在這個試驗的過程當中 在這個困難的過程當中 當你仔細的體會說 你要看清楚 好多恩典在裡面啊 你可以選擇什麼 你可以選擇一直看這個環境 你看這個困難也可以選擇 不一樣的選擇 這個人是誰 我記得我之前有介紹 我還蠻喜 在海外面神絕院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有什麼 柏尼德啦 阿德勒啦 那個 包括這一個 其實我就喜歡阿德勒跟他 還有一個Con Rogers 那我要講說 有人會覺得說 那邊心理學不好 心理學不好 沒有這是幫助我們 透過聖經 還有心理的那個 幫助我們整理 這是小插曲 那這個人他講的這一段話 是非常有用的 他是一個 維也納的精神醫師 他當初呢 放棄在美國的居留權 然後在德國 叫做他的爸媽 結果後來在那個 二次大戰集中營的時候 他的家人 還有弟兄姐妹 太太 他愛的太太 全部都死在 都被逮 然後也都死在集中營 那你知道集中營 是很殘酷的事實 他到最後領悟一件事情 不管是你是任何的人種 就是不管你是任何的種族 任何的階級 甚至我們要講的是任何的信仰 到最後都只剩下兩種 他說 他最後都只剩下兩種 不用比什麼階級高低 有沒有愛心 然後諸如此類 就只剩下兩種 一個是有品格的人 一個是任意萬惟的人 他說他在集中營 就是看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當你要活下來的時候 什麼樣子的人性的反應 就都會在集中營裡面看到 但是他講的 他講說 你可以有選擇 選擇你要過什麼樣子的 對生命的態度的品質 或品格 但是這個選擇 跟意志力結合的時候 人意志力總是會有時間性 會有限制性的 可是當你選擇兩項的時候 你跟上面去連接的時候 才可以幫助我成為我的選擇 是可以長久持續的 那也因為他這樣子的選擇 不是人的意志力而已 是跟上面連結 所以他在裡面 他看了 我說的到最後 為什麼剩兩種人而已 但是他卻能夠活著走出來 而且他就是 就是他在裡面的領悟 所以他到最後的 在精神學派裡面 他創造了存在的 就是存在的行為 療法 生命的意義 價值在哪裡 那這樣子來幫助了很多人 我們說信心不是怎麼樣 信心不是說 這一個時候我比較好 環境比較好的時候 我的信心就比較好 環境有一點點波動 有一點震動 有一點不如意的時候 我就是暫時軟弱 這個今天我們讀了這段經文 信心是這樣 信心是一個全面性的 在我的生活裡面 在我的工作裡面 我要怎麼樣子 我要去操練 我要去把它實際的把它活出來 因為怎麼樣子 我裡面有這個確據在裡面 因為我有這個盼望在裡面 所以就像我們西伯萊書 所說的必須要忍耐 你看人類 我們講說財產沒有好好管理 還是會敗光的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把說 誒 試驗的話就是讓我們有 訓練我們有管理 有維護 甚至可以有更多更多的 透過這個管理這個維護的時候 讓我們將來得天上的基業的時候 誒 你有這個盼望的時候 你知道要在地上要怎麼樣子 行出一個生活 就好像我們剛才講的 如果他沒有管理能力的話 他的財產大概有多多 不用流天上的基業 他就敗了 他就敗光了 所以有可能 我有可能是 好幾代的基督徒 我有很豐富的產業 我沒有受到 今天傳達老師說的這段基督 我並沒有誒 我沒有這個狀況 但是我們要不要去想一想 誒 有沒有可能是 我現在信主受到迫害 可是我的信心呢 是往下降的 我的信心是往下降的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想一個狀況 這個禮拜 這一兩個禮拜 一直電視打開來 對面揚揚好像就 在吵什麼 在吵那個 八田雨衣 我們都有看新聞 我們就不多一點點的 就不多介紹 早期我們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那個信仰 日本人是不允許的 因為我們被執擬 被管理 你要信 你要來上教會 要來敬拜主 剛才我們講敬拜 太開心敬拜葬 要先怎麼樣子 要先來跟我們的天皇下拜 從我們天皇這邊啊 朝拜甚至祝福 甚至呢 在各個學校裡面呢 都要有日本人掌管 因為要做這些動作 所以有一些 基督教系統 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 長榮 有一些學校 或者是 有一些學校 或者是神學院 就因為這樣子 完門了 那剛好 就因為這樣子 而微波 但是男神的話 就剛好 太陽神學院 剛好他不接受這個 剛剛他選擇完門了 那在教會 也是一樣啊 你要來敬拜戰 要像我們這麼歡樂 OK可以 但是呢 你必須要 剛才我們講的 那 有一個牧牧師他非常苦 覺得該怎麼辦 所以他就不斷不斷地 他在祷告 側夜或是整週的祷告 但是 那個禮拜六的時候 禮拜六的時候 禮拜天的時候 禮拜天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特集 就是那個 日本人來了 那在這當中的時候 他在禮拜的時候 有一群人 都很自動自發的 排隊 所以要來經教會 要來禮拜 但當這個 直 那個 日本警察 還是這麼做的時候 哇 他實施 眼色 行為 叫這些人 離開 那這些人沒有離開 反而激怒了誰 激怒了這個 激怒了這個 日本警察 就很想要 這樣子 那個 粗暴的行為 就想要落後 在這個 默默著傳道人身上 結果沒想到呢 居然是有一群人 這樣子願意的排隊 因為想要代替這樣的傳道人的刑法 結果呢 在這一排裡面的第一個人 居然是一個 那天早上第一個來教堂 安靜的在那邊的一個懷孕的婦人 結果這個警察 就粗暗的罵了一聲國罵之後呢 摔了棍子 就揚長離去 那一些信徒跟牧師沒有禮拜 就在那裡嚎啕大哭 他們的信仰 他們的信心又再一次的被評審 所以我們說信仰是要長眠 要不斷不斷的去操練 那很特別 我們剛才講到八田玉 好像他們都很不好啊很兇啊 特別是這個禮拜 然後這個新聞有人雕像被斷頭了 那是很特別喔 那有人說 哎呀這八田玉 喔 我想你們看新聞的說明照 不一樣的解 有人覺得說 他是直農國家來的 所以在這邊這個工程本來就是應該的 那也有人講說 他為我們家男朋友 為我們台灣的農業農夫帶來 很大的幫助 那我們剛才也聽到特急 這樣子的事 對待當時候基督徒的事情 我們要講到說很特別 我在看這樣 讀這樣新聞的時候 我同時有注意到一個段落 原來他也是基督徒 你想想我雖然是殖民的 我雖然是那個統治的強者的工程師啊 但是大家都在這週間裡面有讀到說 他要蓋什麼樣的工程 好大 難道不艱辛嗎 難道沒有受他國家 這只是殖民 給你幹嘛這樣幫助他 沒有受到質疑 沒有受到績笑 沒有受到標籤化嗎 但是他 我們講他就是基督徒 為我們的土地 也做出這樣的貢獻出來 我們剛才有講到 這是額號 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信仰是怎麼樣 信仰是要長期建造 今年累月 對 今年累月 崩禁了有一個戰爭在中東 伊阿戰爭的六日戰爭 怎麼樣子 因為以色列兵只有三百萬人 可是要面對一百萬人 他們可以選擇什麼 他們可以選擇放棄 選擇投降 或者是預備 但是他們卻一面 我會提出來 但是他們有好的結果 我們講說信仰也是一樣 養兵一時用在牽子 有時候我們的信仰要 做得沒有像傳道 我們沒有像青年早上我們 所屯道這樣逼過 但是有時候我們信仰 除了預備建造之外 我們要不斷的更新 反省 這週間我有看到一個 我有看到一張還不錯的文章 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我們看後照鏡 就不同我們在看過往 我們的困難 看我們過往的環境 我們看後照鏡 不是只有看後面的題目 我們看後照鏡的用途是什麼 我們看後照鏡的用途是 讓我們可以保持前進 所以有時候信仰也是一樣 有時候我們預備 我們檢視我們更新完後 是讓我們更邁進 往前進 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信仰需要建造 需要面對 需要接受挑戰考驗 我們來想想一個畫面 這邊 你們的左手邊 這個是木炭 小小的這個是鑽石 他們兩個的結構都是什麼 他們的元素都是碳 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一個當木炭 一個可以拿來做 除了閃亮亮的飾度 鑽石還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原因就是在同樣的元素 但是他們面對的環境是不一樣的 因為環境不一樣 養成不一樣 預備的不一樣 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使用的時間也就會決定 使用的時間有多長 烤肉的時候一下子就完畢了 但是鑽石被使用的時間更久 就像我們一樣 當我們成為基督徒 那我們遇到 因為信心有盼望 但是這是第一場的信心 我們還學習的是 在今天早上 我們在今天早上 一起來讀的這一段經文 是在試驗當中的信心 是在困難當中 你願意還是一樣 領受那個上頭來的愛 那個大而有盼望的 復活的能力在裡面 而帶出的信心 有時候我們講說 哇 上帝是愛啊 為什麼我是受服的 受逼迫的 他怎麼都不說話 但是不要忘記 我們今天早上一起唱的歌 他在過程當中怎麼樣子 他在過程當中 他引導我 使我成長 茁壯 甚至有一天我們被上帝使用 就如同是鑽石一樣 跟木炭是不一樣的 我們說得著 得著那個天上的基業 除了忍耐 預備 建造 還有一個就是 你不斷不斷的跟上帝連結 每一次每一次的選擇 都會使我自己改變 你每一次每一次的 你不走這條路 你選擇這條路 每一次的 你再看後照鏡子 你每一次的選擇 每一次的改變到 改變完後不是就這樣停止了 你每一次的選擇改變完後 你去遵守 就如同他 我們今天只有談到三到九節 後面的一章 你們可以看的是 在主裡面怎麼樣過那個新生活 聖節的生活 蒙祝福的生活 可以幫助你 超越那個環境 那個幫助你超越那個困難 有一個信心的眼光 我們每一次每一次的跟上帝 連結跟上帝有所連結的時候 他帶我們走 這個盼望的時候 你就要看見 哇 就如同講 我們剛才講的 我的主是憐憫 是值得稱讚的 因為他在我裡面 有豐富的產業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好 祝我們的主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 謝謝你 因為你的愛 你救贖的恩典 使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使我們 在你面前 我們有一個盼望 有一個信心的生活 我們向你獻上的感謝 主 我們也要向你說 主 我們當中 有弟兄姊妹 也落在這樣子的一個 困難的環境裡面 這個上帝試驗的環境裡面 但是主 當這樣的試驗來臨的時候 我們向你說 主 我們需要你 因為 你必搭救我們 你必引導我們 主 謝謝你 讚美你 我們要用這一首詩歌 來回應 你對我們的愛 我們這時候起立 然後用這一首詩 來向神說 主 我每一天 需要你 你勝過的人 向神 感謝 但是也要向神說 主 每一天需要你 請 你 請 請 你 請 看 我 你 需要你 想 你 需要你 你 走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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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灾在我身裏 能我太让无拘来到十分桌前 用心的诚实寻求你 请可以掩护我何等地需要你 需要很多你的空灾在我身裏 每一天我需要你 依华与如的灵 每一时刻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依华与如雨降临 每一时刻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这是我的荡荡 愿我生命荡荡 会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同胜 每一天都更爱你 永不失去祈祷爱你的心 每一天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每一天我需要你 圣灵如雨降临 我需要你 我真的會擁有給你耶穌 這是我的補救 每天都更愛你 永不失去記住愛你的心 阿伯的父 我們向你說主 這是我們的報告 主啊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因為你救贖的恩典 使我們能夠來到你的面前 主 我們謝謝你 不斷不斷的提升我們 不斷提升我們的信心 主 你也幫助我們 在提升我們的信心的時候 主 你更多更多的柔軟謙卑 超越眼光的信心 不看環境的信心 更多的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讓我們知道主 你為我們預備是多麼的豐盛 為我們所預備的是大落這一切的 主 我們也向你懇求 你聖靈不斷不斷的開啟我們 引導我們 讓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的 每一個所在現場 我們時時經歷你的恩典 在每一次的試驗當中 我們的信心更蒙你的喜悅 因為我們知道在創世以前 我們是你豐盛富足的孩子 主 謝謝你 你幫助我們 使用我們 謝謝你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名感恩 阿門 小hale 謝謝 我也想 Shut up 谢谢观看